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的议员 还有最辛苦的台中市府团队 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这几天网路上大家一直在讨论 我们将中央公园的志鸿池 化身为我们巨大神龙的龙穴 很多的朋友在脸书在IG 在LINE的群组当中 都已经看到前几天 他适当的美好跟璀璨的光景 而今天2024台中隆后 中台湾元宵灯会 在大家的祝福跟参与之下 还有市长率队之下 即将正式点灯 陪伴大家一直到2月25号 带给大家满满的新年新希望跟期许 谢谢市长 谢谢市府团队的用心 还有我们所有的企业伙伴 在今天我们的点灯之际 有好多很熟悉的好朋友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亲爱的市民家人朋友 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我们要再次恭喜同样市长 带领着所有的团队再创夹击 台中市我们的光荣感再创第一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满意度 也是六都第一 我们热情掌声介绍我们的 卢舍院 燕子市长 市长起身 接受大家的掌声欢迎 欢迎市长 谢谢 而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我们立法委员 江启臣委员 来来来 对对对对 江启臣委员还有另外一个新身份 就是我们立法院副院长 来 副院长再次接受大家的掌声欢迎 谢谢我们的副院长 谢谢启臣委员我们的副院长 同时要介绍我们杨琼艺委员 委员好 谢谢 还有我们台中市市议员也在现场 欢迎邱爱三议员 欢迎我们的爱三议员 谢谢 也看到了林佩涵议员 佩涵议员好 刘世忠议员 江和树议员 新科立法委员 廖伟侠 伟侠委员好 新年快乐 好 我刚刚有介绍到刘世忠议员吗 有啊 来来来 江和树议员 陈成天议员 黄兴慧议员 张廖乃伦议员 杨启芳议员 谢谢 当然我们的民意代表大力支持 今天来自我们日本青森县 我们也有友好的城市贵宾 同样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会场 我们要跟各位来介绍 这是我们来自日本青森县副知事 小虎之野副知事 欢迎来到台中 我们也期盼明年可以看到他们的彩绘的灯笼 来到台中参战 当然也要特别感谢 这一次我们台中市政府跨局处合作 创造了五大主题专区 最辛苦的团会 我来一一介绍一下 官吕局美秀局长在哪里 我们创造了双主的马卡龙 主当当区 还有我们的水上济龙 另外呢还有我们教育局 江卫民居长在哪里 我们有小小背包客 让大家可以体验不同的阅读欣赏 还有延续去年的魔幻风格 我们的龙之义资源 再度把科技艺术完美结合 建设局陈大田局长 还有农业局 我们翠骨之心来张新昌局长 还有一个他最吸睛 我们的Party龙 今天开始他们一直在拉票 29区来民政局 吴世伟 吴局长 还有今天晚上的晚会 谢谢文化局 陈家军 陈局长 当然除了这些局处 各局处都动得起来 不管消防 警察 交通 都为大家做了最好的接待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谢谢市府团队 跟着局处的长官 我刚好像漏掉了 郑兆新副市长 欢迎我们的小兴副市长 欢迎大家来台中过年 看灯绝对是收获满满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我们的市长 率领我们所有的贵宾 来到舞台上方 我们即将进行今天的主灯秀点灯 好 有请我们燕子市长 还有我们的副知事 还有我们的市长 当然还有我们所有的立委 副院长 名义代表我们的议员 欢迎美秀局长 率领我们所有所有的贵宾 欢迎我们的郑兆新副市长 谢谢每一位市府团队 我们2024中台湾元宵灯会 同样把我们的志宏池 化身为水上的剧场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我们相信来到中台湾元宵灯会 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元宵赏灯的乐趣 要谢谢所有团队的付出 谢谢所有企业友好的赞助单位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卢舍燕 天子市长 市长好 新年快乐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市长好 在我右手边呢 是我们的日本友人 日本青森县的副县长 副知事就是副县长 青森县产什么 产苹果 另外还有我们青森县 平川市的市长 市长本人也亲自到 我们欢迎收获奖 晚安 各位好朋友 感谢大家来参加 中台湾2024元宵灯会 新年快乐 我们的今年中台湾元宵灯会 它的规模很大 是全台湾各县市元宵灯会最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规模跟国家级所主办的台湾灯会 规模差不多一样大 那每个县市在举办 它的元宵灯会大概动用一个局处 那因为我们规模太大 我们所主办的场地 中央公园台中中央公园呢 是台北大安公园的2.58倍 所以这么大的场地要布展一个局处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这次动用了五个局处下去办 五个局处八个灯区 那跟大家报告 光是民政局一个局处他们都用了29个区公所 都去拨顶 光民政局的灯区大到29个区公所都出来布灯 各有特色 山城有山城的特色 海线有海线的特色 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区有团区的特色 他们现在各在拉票当中 因为29个灯区 29个区公所各有特色都在比赛当中 这光是民政局 那另外我们的主办局就是光旅局 光旅局今年负责我们的主灯区 我们有七八十米高的台中龙后巨龙灯区 这个巨龙还在水上 非常漂亮 龙藤水上药起 龙藤虎药 那这个就我了解 也是台湾最高大的一个巨龙之一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官吕局主办局 另外呢我们建设局去年就来布灯 去年两个局处就是官吕局跟这个建设局 那建设局布的是那种科技 科技世代的未来世界的灯区 叫好叫做欲罢不能 所以今年我们也邀请建设局来布灯 他布的是完全科技龙之义次元 龙之义次元 我刚才忘了介绍民政局的主题 叫做谁在乎龙 谁在乎龙 有各种龙 那有几 一共有多少龙 光是民政局单位 大家数数看 江议员你数数看 谁在乎龙 有几条龙 然后建设局叫龙之义次元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布灯 另外我们谢谢农业局 他们是以农业特色 那不又不一样的脆骨 那这个农业农村的一个特色布灯 另外还有个很特别 就是我们教育局 教育局也来办 那教育局大家不要这个意外 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非常不孤独感 非常不教育 待会大家看看 那这里面还有龙之party 还有party龙 那今年呢 今年我们的这个小提灯呢 叫做马卡龙 叫做马卡龙 马卡龙可以吃 那我们小提灯马卡龙 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今年的小提灯啊 就像马卡龙的颜色一样 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那所以今年台中市的灯会 我们的规模 去年已经是全国最大的灯区了 今年比去年还大 去年动用两个局处 今年动用五个局处 五个局处 那所以因为去年 第一次遗失中央公园 叫好叫做 那今年我们有把握了 更扩大举行 让你逛到腿软 逛到肚子饿 但是肚子饿没有关系 旁边就是全国最大的夜市 叫做逢甲夜市 是全国最大的夜市 所以逛到肚子饿 没有关系 可以去逢甲夜市 因为我们的场地太大了 我刚才讲 全国市中心区最大的公园 台中中央公园是台北大安公园 2.58倍 那你晚上走灯区这么多 眼花缭乱 你怎么办 我们有个APP 可以帮你导航 请你下载 因为我们台中中央公园 本来就带大 白天走你都会迷路 白天走你都会走到腿软 所以我们建设局有开发一个中央公园的APP 你只要下载 那我们在灯会期间 我们做台中中央公园元宵灯会特别版的APP 你点进去 就是点台中公园APP或中台湾元宵灯会APP 都一样都一样 下载以后 他就帮你导航向左走向右走 我要去提小提灯 去哪里领 你点一下 他就告诉你去哪里领小提灯 厕所在哪里 你点一下 他就告诉你厕所往哪里走 我要去民政局的谁在呼啰 往哪里走 他就告诉你 我要去农业局的脆骨之心在哪里 他就不安 所以现在你在听我讲 你就可以上网 现在就可以下载了 中央公园有网络 我们有扩大加强我们的网络 所以特别感谢 就是今年我们全市府 那除了今天晚上表演 文化局没有来布登 他们负责表演节目 好看吗 好看 非常 我们的文化局长 要不要上台 那另外呢 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有这个警察局 负责警察局负责附近的治安跟交通事序 我们有这个交通局负责面费的交通车接驳 你进来 你便自己开机 自己找咯 做我们的接驳车 上我们的网站 你就知道哪里有接驳点 那另外 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的这个消防局 都有来做医疗救护的准备工作 环保局负责垃圾 每天要把垃圾清干净 还负责这个环保厕所 今年的厕所部署的比往常都要来得多 因为我们去年这个地方 就人潮非常涌 这个非常涌跃 所以今年我们这方面 更有经验都设想好了 那这么棒的灯会 不来台中去哪里呢 你看我们江启臣副院长 才当副院长 今天一马当先 就先来 他进当选 变副院长以后 第一个来的台湾灯会 他没有去 我太激动 他没有去台湾灯会 全国籍的副院长 他来台中中台湾灯会 那你 那你说一下 台中最好 不来台中最好 台中最好对吧 对 都来台中就对了 你好我会 大家都好 好 那你看我们资深的杨重英委员 当年也来 当年也来对不对 台中这样好 台中都好 我们新科的委员 来来来 全国最帅的委员 因为台中的水池好 人好 基因好 妈妈会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新科的立法委员 也一马当先 台 我们刚才看我们的表演好看吗 好看 其实我是最后才赶到的 没关系 网路有直播可以重复看 我们有设想到 有些人下班来不及 所以我们有网路直播 我们面面居到 所以刚才那个表演很好看 开场的秀 你可以在网路上一看再看 那各位好朋友 台中欢迎您 那我们因为精心布置 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我们的场地是全国单一场地 全国最大的一个灯区 欢迎大家来台中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市长 谢谢我们的江副院长 还有所有的委员 而接下来就是期待的盛大点灯 邀请市长率领所有的贵宾 移驾到右手边 我们请市长率领所有的贵宾 包括我们江启成 副院长我们的廖伟祥委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委会贵宾 议员穹英委员 我们请面向志鸿池 我们请市长面向我们的主灯 同时邀请市府团队 地政无存经局长 还有财政有请